既然他做出了选择 我们能做的 唯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事关小师弟生死 还请夫子辞交 天秦的纪念和知识 惯的叶青已经出动了 他们都是天下行走 弟子明白 请夫子放心 世间最后独自老师与大师兄 对宁缺是真的好 为了宁缺能与夏侯公平进行决战 无拒禁的大师兄李漫漫将亲自出面 阻拦道门的天下行走叶青 而且还派出了近百年来最为神秘的人物 消失已久的魔宗宗主 为了修起二十三年禅宫法 而隐世于书院后山的渔连 去祖劫来自玄空寺苦修闭口禅的七年 十五年都未曾开口说话的天下行走 这次七年远赴燕鸣不支援下吼 并且还想除掉拥有明王之子头衔的宁缺 所以书院才会派出恐怖如斯的三世节 来碾压天秦苦修七年 魔宗宗主 二十三年了 你终于现身了 修炼闭口禅的七年 今朝开口功力深厚之急 可你认为你能走到燕鸣湖吗 无论那个人 他是不是明王之子 他都得死 七年说完使出玄空最强大的天秦手艺 不料于连身法迅捷而且诡异 就在七年连续数次的猛烈输出下 竟然未能碰到于连半片一角 望着自己苦修数十年的绝学天秦手艺 顾免有些怀疑愈发狂躁 开始疯狂大吼 无奈之下凝聚所有念力 于法杖之上愤怒之地 强大的念力随着法杖喷波而出 向着周围四面八方迸发 形成了杀意强大的满平群弓 一阵磅礴强大而又毫无卵用地输出过后 被身法快如雷霆的鱼帘一脚踢飞数掌开外 紧接着又被鱼帘一掌击在胸前丧失了在战之力 画面回到大师兄李漫漫与叶青这边 我一直很想挑战疏远的大先生 你身为只手冠冠主的亲传弟子 你很骄傲 自从听起元年见到你之后 我变得不再骄傲 甚至孤独 希望今日能够得偿所愿 二人说完顺移到城楼之上 此刻已然处于致命巅峰 而又看破生死观的叶青 初见避世招雷引电惊风落人 怎知见到大先生面前 竟被他一个犀利的眼神而遏制 突然反转刺向叶青 化成一道冷落冰霜的剑影 将叶青瞬间冰冻不得动弹 想不到我使出了我最强大的一击剑 竟然无法压制你 抱歉 我不太会打架了 大先生微笑着留下一句 不知是侮辱还伤害的话之后 便为叶青解开冰冻 夏侯与宁缺大战也即将开始 为了能让两人公平决战 大唐军部也将燕明湖周围进行封锁 大唐皇宫之中唐王与皇后面色凝重 不知是期待大战开始 还是无法预知决战之后难以接受的结局 湖畔的拱桥之上 二师兄君墨和十二师兄陈皮皮 为宁缺看住许氏大将为首的军部 防止军部对宁缺做出任何不利之事 就在书院创造的公平环境之下 宁缺手持铁公园十三剑 身背剑侠和一把坡刀 与夏侯对峙冰冻的燕明湖冰面至上 双方大战将一触即发 宁缺 今日你要死在这里 谁死还未必 你可知道 有很多人都想要你的命 可为了杀你 我准备了四季 话音当落明缺拉开福建开始进攻 只见夏侯轻松躲过 紧接着宁缺开始不断输出 负财